詞曲 由周朗和 death of the 大家好,我是Rannie 我準備了一個很小的教師 我在Peddy讀完《蘭生,鳳梅》3 去Peddy讀 Grade 10,讀了三年Peddy Peddy就在New Jersey的中部,在Princeton附近 駕車在Princeton就十分鐘左右 我爸媽經常說我一輩子夠運 即是在Jicago和New Jersey都是在香港直飛去 然後就搭一輛的士,十五分鐘就去到 即是不用轉機 即是我同學在Exeter或Boston的地方 經常都要在New York轉機 可能早上六點起床 去到New York就要等三四個小時 才可以再搭我的直飛回家 所以地位是Peddy非常好 而且你看到這個Logo,這個Peddy 你就可以感受到Peddy是一間很dynamic的學校 以及非常innovative的學校 我先說一下它是academic 有一個很特別的Peddy就是 每一個學生和faculty都會送一部IBM的電腦給你 就是免費的,學費裡沒有計算到的 那這部電腦裡面就installed了很多 教學裡面會用的software 因為我們Peddy上課是很interactive的 一個example就是 上課他們的classroom會有些smartboard 什麼smartboard呢?就是類似平時的白板 但是這個白板呢 你就可以寫完 你先生寫完的notes 可能是chemistry 很多equation 但是學生就不用上課 抄了notes 沒有時間聽書 但是這個smartboard呢 你就不需要抄 不需要抄了notes 因為你 因為先生寫完的notes上去 他就按了按鈕 整個image就會save了 會放在學校的server裡面 那些學生就晚上可能可以回到server 下課的notes 所以上課的時間 你是可以多點時間 absorb那些materials 可以多問一些問題 那還有science 剛剛Peddy就起了 就是下面的照片 就起了science center 裡面的設施 真的我在大學都找不到 裡面有一個DNA lab 很多什麼greenhouse 那些東西 然後有一班robotics的lab 的class 就 很多 就是 又可以學到programming 又可以玩robotics 然後裡面的先生 最近就請了很多 例如我們的science chair 又是很多PhD 然後 那些faculty 我可以讀數學calculus 那個sbc那個先生 他也是PhD 那他的record 他教AP 他的學生 89%都是得滿分的 那 那 還有很多英文先生 都是寫了很多書 那 還有 好像教我computer science 那個先生 都是 之前是 在clinity madlin 一間很出名讀電腦的學校 然後請了他做professor 但是他都沒有去到 他去了PhD 教我們電腦 那 那 講了很多technology 和science 但是其實 我心目中 我心目中 Peddy 最strong的department 我最inspire到我的就是 他的history 然後 Alice 講過 我見過最偉大的先生 那 他就是教我history 的 那 我們 我第十年班 去到 第一年就要讀 Western civilization 即是 西方的歷史 即是 俄羅馬 那 他們全部都 就是 一個general的 歷史班 那 第二年 就是grade 11 就要讀 U.S. History 那 整年都讀 U.S. History 美國的歷史 都二百年 所以 很仔細 那裏就可以 那 中間就會 有 很多debate 然後 那個先生 可能 那個爹地 又是以前 在Vietnam 打過仗的 那 他又會 他以前 打過仗 有個helmet 即是 你讀書 跟香港很不同 即是 香港是這樣 背了三千年歷史 然後 就不知道做甚麼 但美國是 美國是 感覺到 即是 你的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國開國 那些 那些Documents 即是我們可能會去 WASHINGTON 的Museum 裡面看 Thomas Jefferson 寫的那篇 那你真是 personally feel 到 他們為何要開這個 開這個國家 然後 我 我最偉大的先生 就是 教我AP Art History 在最後那一年 那 Art History 就是 可以看畫 在每一幅畫裡面 在一幅畫裡面 看到背後 每一個civilization的歷史 那 每一幅畫 那 就好像 即是 即是 右邊的幅畫 這樣 即是平時 我小時候 即是爹地媽媽 都帶我去歐洲 看畫 但 即我是 完全不懂得 appreciate 小時候 即是 整個 什麼時候走 即是 吃東西了 但 但是 讀完這班之後 真的看一幅畫 是很不同 在圖裡面有很多折革 這個 即是 好像 左邊的 一個statut 即是普通的一個statut 但是背後是 很多歷史裡面 在Jicago 讀大学也要讨论很多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我觉得这班是一个非常好的foundation to我大学的education 这些是那个教我APRH的先生 下面的先生就是教我踢球 不过他也是history先生 很多都是history先生 但会教我跑步踢球都会教我 那席譬如是campus 左边是chapel 这是我跑步一个很好的朋友 接着这幅就在罗马 我们这四个男生 都是读过APRH 那位先生上堂经常讲故事 讲说以前欧洲去哪里 我们就inspire了我们 不如一起budget去欧洲 我真的亲身去看那些艺术 那我们四个呢 现在是一副制业 就是在美国东南西北 我就是在北边中间住卡 那蓝色衣服就是在东边 他正在读Cornel 那白色衣服就是在西边 Stanford 那蓝色衣服就是台湾人 就是在南边去读Duke 那中间两个都是韩国人 那右边就是台湾人 那你可以看到Perry 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就是很融洽的 那些人说high school friend 就是life long friend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的 嗯 我们在美国常常都会 我有时有空就 就有long weekend 可能去Stanford 探讨我朋友 他可能会去Poward 探讨我 我去韩国 那又省在酒店前 可以分到家 可以分到家 那 Athletics呢 那 Perry最出名的是游泳 他们呢 他们 他们出名到 是 Prinston 每年都会 因为我们在Prinston旁 Prinston 游泳的 coach每年都会 就是来Perry 看看有没有 那些 就是厉害的学生 那所以 如果你的子女 游泳很厉害 他在Perry 那如果你 就是成绩 可能 above average 少少 那都可能 就是做 instant 那 还有我们 有个 十八个洞 是高峰 这个是 我估计全美国 都中学来说 应该找到的 那 那 coach 就是 我在那叉 那时是 就是 主要是踢球 但是没有跑过田径 但是去到那里 两年 被他训练了 他最后一年 做了 captain 那 那整天都会去 就是 去 一些state的 比赛 那 那 我田径的 coach 就是 那个业余 就会coach 一些 olympic的 的 的 那 那 那 这就是 我的照片 那 左边 就是我足球队 那 右边 你可以看到 就是 八条 lane 里面有七个 都是吓人 那 左边 就是 paddy outdoor 田径 那 material 是 奥林匹用的 material 那 那 就是 奸奸 向后附近 就是 那次一定要播 多久 在我们的 track 那里 一定是拍得最快 那 那 那 讲一下 就是我的心得 那 我 我觉得 iPaddy 得到最多 就是 就是 我去美国之前 没有想过的 就是 会得到的 就是 学到 那些 values 美国 就是 特別Paddy 就是 他们很 focus on 就是 respect integrity creativity 和 citizenship 如何做一个好的 citizenship 那 那这件事一定是香港学不到的 还有 一件事很特别的 about Paddy 就是 可能我一同 去到大学 有很多同学 都读过Balling School 其他Balling School 那 我觉得 Paddy 最读的特别 就是 就是 它的 culture 是非常之 down to earth 那 什么叫down to earth 就是 是一间很 脚踏实地 就是 不会说很浮夸的学校 就是有很多其他 Balling School 可能是很贵族的 那 那些同学 就是 那些同学 就是 每个都 一定要穿那件Polo 不知什么Cashmac 几千元 每个都要穿的 但是 Paddy 就一定不会有这些东西 Paddy 就是 就是 每个人 judge你 judge你一个person 不是看你家底 但是 是 purely看你的character 那我觉得 Paddy 就 这个personal 这个development 是超好值钱的 而 如果你问我 我觉得一个中学的education 可能这些东西 可能更重要 比你 academic 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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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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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